指揮中心宣布7月13号起全台可以为解封 并给出了餐饮业的开放指引 桃园先开了低枪逆时钟保持不内用 随后双北台中高雄也都定调不开放 其他各县市陆续跟进 最后连马祖跟金门也大转弯表示不开放 全台现在只剩下外岛的澎湖餐饮有条件开放内容 特别买了体温计消毒酒精 连桌子间的隔板都准备好了 原先花莲县按照指挥中心指引要开放餐饮内用 但花莲县长徐正位周六晚间紧急在脸书上贴出快讯 7月26号前餐饮业全面禁止内用 一直这样变来变去的话 其实我们很难做事情 一开始听到是有点难过 因为本来就已经有预备说可以开内用 所以已经开始有陆续去准备 政策大转弯不过花莲一宣布不能内用了 让台湾本岛没有例外 全都转成逆时钟 指挥中心在8号宣布违解封办法 餐饮业做好防疫 没花做 以及拉开社交距离就可以有条件解封 原先六都内唯一只有台南市 餐厅可以有条件内用 但似乎也挡不住民众压力 脸书留言灌报市长洪伟哲脸书 撑了两天也决定不开放 第一个不是临时第二个不是转弯 26号以后看大家各界的反应 临江县宣布马祖不解封 金门在十号上午也跟进 现在离岛只剩下澎湖能够违解封 中央新规定地方几乎全部不同掉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就直接批评 指挥中心的指引是纷争的开始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是炮火猛烈 到底何时真正为解封 中央现在要松绑 地方却保住压力不敢跑第一 俨然又成为另一种政治攻防 记者综合报道 不过在电影院的部分 各县市则是不同掉 现在传出有部分电影院的业者担心 到时候为解封之后 员工可能会比观众还要多 而中央宣布餐厅有条件开放内用 但各县市却不领情 还是维持禁止内用 看在餐饮业者眼里 心情更像是洗三温暖 因为从为解封又变成不解封 本来还期待开放内用 可以带来一点商机 现在只能全力拼外带销售 拉抬业绩 国内疫情趋缓 指挥官城市中六号宣布 从13号开始 餐厅有条件开放内用 不过政策才宣布不到一周 各县市政府逆时中声浪四起 纷纷宣布不跟进中央 还是禁止内用 看在餐饮业者眼里 从为解封又变成不解封 心情犹如洗三温暖 多多小小都会受到一些心情上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起初就是把一些隔板啊 还有贴纸可能把它贴上去 那后续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也都用得到 所以不会影响的太多 餐饮为解封措施 中央地方不同调 业者只好跟着急转弯 有些餐饮业者原先设置好的内用隔板 只好暂时先搁置 继续专攻外带商机 至于电影院各县市也不同调 尤其台北市政府又新增指令 要求影厅开放的话要采梅花座 或是间隔座位 每厅也只限100人 如果总影厅在12厅以下 同时段也只能开放三个厅 为了顾及这些防疫要求 现在也传出有部分业者担心 到时候为解封后 员工恐怕会比观众还要多 但也有其他业者看好重启影厅的市场 来打造这个工作的执行 因引臣 微解封指引有业者让员工分流上班 也控管进场人流 进而减少成本支出 只期盼微解封能多少弥补 疫情带来的冲击 记者赞报道 疫情三级警戒持续到现在将近两个月了 虽然中央宣布13号起 部分的场域可以微解封 也开放小规模国旅团 但实际上帮助有限 部分旅行社为了求生权 不惜游走灰色地带 充当起货运公司 交团购帮送货 用九人做小巴载运货物 但是依照规定 旅游业属于特许行业 除了代购机票 车票 安排旅游相关事宜 从事其他的行业都是违法 除非另外成立新的公司 但是在疫情之下 却不是所有的旅行社 都有财力还有心力成立新公司 对此观光局表示 开放其他的营业项目涉及修法 还需要再找专家业者讨论 新鲜神秘桃 现在直送旅行社走人小巴 不再可改送货 旅行社斜杠求生 纷纷转电商周团购 但却有业者挨罚 旅行业它是一个特许行业 它不可以就是再去兼营其他的业务 很多老板都已经非常辛苦 那不一定还有那个就是财力或那个心思 再去增加加设一个公司 看看观光发展条例第二七条 旅行社业务范围指名列代售运输票 代办签证手续 接待观光客安排旅游时速交通 如果从事其他行业就算违法 旅行社想多缴话经营 就得再成立新公司 像是熊市旅游另开电商平台 凤凰旅游开新的健身房 但小规模旅行社疫情下 却不一定都有财力和心力成立新公司 那旅行社特许行业是有个保护伞 就是保护旅行业 其他行业不能够来经营旅行业 所以不应该说拿特许行业 来绑住这个旅行业的这些从业人员 他的生计 去年到今年上半年 旅行社导游领队因为违法而被裁罚的事件 总计127件累积181万元 其中一件就是非经营旅行社本业而被开罚 原本旅行业处所不能和其他营业事业在一起 但去年旅行业管理规则修法后 营业处所可以共用方便业者多角化经营 但经营项目能不能也放宽 要在修法姿势体大还得搜集专家业者意见后 审慎评估 这种报道 因应长照家庭的需求 指挥中心表示 严敏开放日照中心和失智长照据点 但是目前75岁以上的长者 疫苗接种率是63.33% 而65到74岁则只有31.37% 以台湾现阶段的疫情概况 开放长照据点是不是还太早呢 对此国内有专家表示 现在疫苗涵盖率很不好 以高龄者不要有重症的标准来看 这两个年龄族群在变种病毒威胁之下 涵盖率至少要有70% 而且要打两剂才足够 所以如果让打过疫苗的长辈 优先受到照顾 或许就可以提高接种诱因 不过打疫苗也不可以杜绝疫情传播 建议还是要定期的进行PCR筛减 三级警戒之下 长者照护据点跟着关闭 让有需求的家庭是苦不堪言 国内密间团体进来 更发起一人一信寄给总统 希望搭配疫苗注射下 加速长照据点解封 而指挥中心表示 7月14号卫府部将举行会议 严拟开放日照中心和失智长照据点 如果我们没有让他赶快出来 很可能他就会退化的更快 营业的能力还不会减退 这样的话就是更好了 不过看看目前全台长者的疫苗接种率 75岁以上是63.3% 65到74岁则是31.3% 而且只打了第一剂 长庚大学感染研究中心主任 施姓如舅表示 现在的涵盖率很不好 以高龄不要有重症的标准来看 这两个年龄群在变种病毒的威胁下 涵盖率至少要有70% 且要打两剂才够 而指挥中心专家这群小组召集人 张上传认为 以前对于疫苗涵盖率 基本要求都是60%以上 而且要打两剂 但现在有变种病毒 会极大程度地影响R0值和RT值 越来越难预估 基本涵盖率要多少才可以 以目前长者接种疫苗的进度 还有当前疫情来看 长照据点为解封 到底合不合适 毕竟长者染疫重症死亡几率高 有学者也忧心 50岁以上的第10类族群 还没有接种疫苗防护力堪忧 统计截至10号晚间 第9类和第10类的族群 已经有232万人登记 有接种疫苗的意愿 外传各县市登记的人越多 配发的疫苗量就越多 不过指挥中心强调 还要考虑地方施打量能 再决定未来疫苗可配送的数量 记得正好报道